大家好 我是张婷 欢迎本场调解员白燕毅 欢迎白老师 欢迎观察团 各位成员 欢迎大家 欢迎双方当事人 黄女士和周先生 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 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就是想早点结束这种 生不如死的日子 这样理又理不了 过又过不好 知道问题出在哪吗 不知道 男方的诉求是什么 我只希望他 回到一个正常的家里 过上一个正常的家里的生活 一点小矛盾 随时走掉 开始几个小时 后来半天 再后来几天 再后来有几个月了 这个情况确实存在吗 黄女士 存在 我觉得这种生活 真的忍受不了了 真的是 身不如死 黄女士急需想要逃离这段婚姻 那么她频频离家出走的原因 究竟是什么呢 还没等她平复好情绪 周先生首先开口了 她提到了许多年前 自己还在老家包工程时 妻子的一次离家出走 让我们极其诧异的是 那次黄女士出走的原因 居然是因为不想洗碗 那一年我妈就带三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两岁多 我妹那个孩子一岁多 我妈每天都是把饭做好 做好等到我们回家吃饭 那天晚上回去也是特别热 也是七月十几号左右吧 我妈那个整个泥头的汗水 我就叫她 我说今天晚上你洗一下碗吧 马上一个碗 碗一酸 自己去弄一个小锅 而且再去一小点米 去煮一点米 什么意思重新做饭 重新做啊 我就说了没有句话 就自己去煮 一段 两段 三段 到第二段中午 第三段了吧 那个有点过分了 我感觉是的 也是比较生气的吧 就把那个锅 煮的七饭跟她倒了 然后她就掐我 我那也是掐的伤 是无计其数的 我就把她整个人提起来 一下子甩了一米多远的 那个沙发上 然后她就不停地 打我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这样打 上千次地打 这个是没有还她手的 她吵了以后 她就那天晚上就走了 回老家那个地方 你为了什么呀 重新的七月份的话 太阳也比较热 做那个工地上的火 我都是和她一起的 本来晒了太阳眼泪了 回去的话 她就说她妈辛苦了 做饭给我们吃 我说你妈辛苦了 她至少还在家里面 我们在太阳面里面 晒晴 辛苦不辛苦吗 她就说我吃了 她妈的县城 我就说我就不吃 你们的 不吃你妈做的饭 我就自己去做嘛 你心里的不满是你觉得 她对你不够关心 没有体谅到你也辛苦 是这个意思吧 是 不舒服的点是可以理解的 也可以去跟她沟通的 那你干嘛用这种 我自己做饭 这个行为你知道 它会带来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她觉得我吃了 她妈的县城 我就自己去做饭 她就不在那里 不依不扰的 就把那个锅摔了 我摔锅是第二天中午 她连续煮了第三顿 好吧 第三顿洗澡 你都有脸 你就又再说嘛 过后就发生了抓扯 就打架嘛 她就说你滚 所以你就离开了 就是每一次有什么矛盾 她就说你滚 你们每一次都是用这种方式 来解决问题吗 没有解决的问题 但每一次还是要采取这种方式 是 黄女士想要的 只不过是丈夫的一句关心 原本直接沟通就可以解决的事 最后闹得是双方大打出手 黄女士赌气出走 周先生说 他们之间像这样的小打小闹 不计其数 每每争吵 黄女士回回出走 周先生次次寻找 当时的周先生 视妻子的出走为任性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 他突然发现 妻子的出走不再那么简单了 也就是他长期这样 开始的时候几个小时 可以理解赌气 后来一半天 再后来几天 妻子出走的时长 引起了周先生的注意 再加上周先生有一次去外地做工程 妻子的一个变化 让他有一些猜想 我去昆明那年吧 开始去的时候 一天打电话 三十分钟四十分钟半个小时 那样子 在中间打电话的时候 他说小吴请你喝酒 我说哪个小吴 他说就我们做糕点那个 我说只是你的那个同事而已 凭什么请我喝酒 后来慢慢的 不再接电话了 我在五月份吧 回来的 那个守门那个老徐 他说小周啊 你把那后门自己关住 有句话中话的意思吧 这句话的意思是 我把就像现在后院起火了一样的意思吧 就从那个时候 基本上越来越拉开远了 这跟小吴有关吗 表面上看起来是没有事了 没有事了 我心里是慢慢地观察一下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变换呀 他只要打电话的时候 还不是打电话 要想说什么的时候 还不是说什么 你会主动跟他联系吗 一般我都不会 因为那个日子 吵吵唠唠的日子 我没办法去想的 所以他说他这个时候 旁人的一句话呀 或者不相干的一个人的一个举动啊 就会给他带来很多想法 那个小吴是歪地来的 比较活得来 如果在这个时候 你们的夫妻关系恢复 小吴小吴都不是问题 如果你们的夫妻关系没有恢复 甚至是更糟糕 那小吴小吴就都是问题 是啊 那一年我就去烫了一个头发 下午回来看到我烫了头发 就把我那个头发 按照床上 这把面具人全不是剪掉了的 他就说 烫了头发的不是好人 剪了头发 是剪了 那天我那个唐姐夫吧 满巴士 说得好好的去 一起去吃酒吧 但是他不去了 后来打了电话 也打不通了 他在什么地方 和他几个同学 男男女女的这个过程 回来酒醺醺醺了 把头发给他剪了 说话还是十四九生 吵了之后嘛 他就骂我滚 我就出去 出去那天 正好是我们那个同学过生 他说我们一起去玩一下嘛 你的意思是 这个是他剪了你的头发以后 才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天晚上 已经吵架了 不高兴了 如果我们同学在那里玩了一下 其实也没有喝酒 他还说喝得醉醺醺的 既然你觉得我就那么样子了 我们就说清楚 就把婚离了 够够够的 你就不要折磨我 既然我在你 你没钱 在你心里面这么不堪 这么一无私处 你就还要我干什么嘛 黄女士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着丈夫发出了声声怒吼 因为自那以后 她就一直遭受着丈夫的无端猜疑 这让她无比煎熬 只要你看到她的视线 她就说去偷人去了 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解释的 为了回避丈夫 黄女士到朋友家过夜 甚至有时干脆就在外坐一晚上 所以宁可在楼顶坐一夜 也都不愿意回家 两个人把事情解决掉 没办法解决 解决不了 夫妻吵架了 黄女士要跑 丈夫多疑了 黄女士还是要跑 面对问题 黄女士只会逃避 可越是这样 周先生心里的怀疑 就愈发的强烈 哪怕今天黄女士做出了解释 周先生也依然不相信 他提到 就在那之后 妻子有一次是毫无征兆的 突然消失了三天三夜 你确定这之前没发生什么事情 都是小吵小闹的 不是小抹杂 2月12号 我爸爸过程 晚上我们回去的比较晚 他就说他去停摩托车 我就把那些 拆那些都停回去了 停回去了 我就把那个洗澡水都认好了 我说这个人怎么还没有回来 我就出去看一下 他就在那个车子旁边打电话 我就听了一句 你一个人好寂寞 好孤独 结果他看到我了 马上就把那个电话挂了 我就问他是谁 他就不作声了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电话号码 我就去查 就查到一个女人的名字 他就说他是什么 做保险的 之后又有一次 我在那个客厅里面看电视 他在那个卧室里面就睡 就去睡了 那个信息的响声 一会就叫一下 一会就叫一下 我就打开看 发着一条信息 就只看到一条 就是老公我想你了 之后就吵架 我觉得生活中的其他的事情 我也许都可以忍耐 但是被判出轨 我真的忍受不了 就必须得走了 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两个人之间 是从一副所有到现在的 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 你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 要么就跟他谈清楚这些问题 要么我们就离婚 不过了这种日子 他不会离婚的 每一次就只用采取这种离家的方式 刘先生 需要解释吗 这个是一个做保险的 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在管事工单位吧 因为他要做保险 他要用各种手段拉拢我 短信是那个做保险那个发的 老公老婆有随便叫的吗 虽然周先生对这两件事 有自己的解释 但黄女士依然深受打击 这件事让她有了想 离开这个男人的想法 于是她辞掉了原本的工作 一走了之 最终周先生在郊区的一个面包厂 找到了黄女士 但这一次 黄女士不像过去那样 跟着周先生乖乖回家 他只要知道你的住处了 就会不论时间 就会半夜一两点三四点 都会来敲门 还把那个刀带起来逼我 问我回不回去 反正我女儿 你却把你妈找回来 怎么怎么样 反正就会 给你很多压力 骚扰 威胁 压迫 面对丈夫的种种策略 黄女士最终承受不了 无奈地回到了家中 可是人虽然回来了 两个人却始终没有正视过 他们之间的问题 结局可想而知 黄女士再次离家出走了 而这一次 她走了足足一个月之久 未经许可爱 不可爱 在此之后 即便宜